立体因素的应用排成长方形 中华奥运代表队全员共有270人 奥运开幕时需排成长方形的队伍进场 因为跑道宽度限制 所以希望能排成五列到九列的队伍前进 则中华代表队有几种排法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种 排成五列 如果你要排成五列的话 那每一列有几个人呢 全部270个人除以五 我们先来看一下可不可以整除 我们发现可以整除 如果排五列的话呢 每一列就54个人 那可以 第一种情况排五列可以 第二种排六列的话可以呢 可以吗 你就要把270除以6 看看能不能整除 6 4 24 好 如果你是排六列的时候呢 每一列要45人 可以这个情况可以这个情况也可以 第三种排七列呢 排七列呢 270除以7能不能整除呢 这个是没有办法整除 所以排七列没有办法排七列 第四个 第二种排四列吗 270除以8可以整除吗 好我们知道这个也没有办法整除 所以呢也没有办法排成8列前进 因为呢如果排8列的话 它就不是一个完整的长方形 如果排9列呢可以排9列吗 如果排9列的话刚好 每一列呢是30个人可以 所以一共有几种排法呢 5列6列跟9列 一共有三种排法 答案选B这个选项